各位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 我是任俊老師 歡迎收看今天11月29號的 股市任國營節目 那最近這幾天 我相信各位投資朋友們 被這個所謂的變種病毒 給嚇得就是非常緊張 但是我一直都強調一件事情就是 在股票市場裡面 就是我們一定要走在趨勢的前面 對不對 那其實變種病毒這一件事情 在整個技術面當中 其實早就已經出現了訊號 包括就是說 大家會看到 因為變種病毒的關係 導致道雄指數跌了900多點 道雄指數在跌之前 難道沒有先預判到嗎 我記得在11月19號那一天 我用這張圖跟各位投資朋友們講什麼 我說道雄指數月均線已經被跌破了 而且均線也轉為下彎了 那如果說這種走勢出來的話 代表道雄指數未來會有一波 很大的一個修正嘛 那這種大修正呢 要嘛你就是用緩跌的方式 要嘛最好的方式就是類似這樣 禮拜五那天用急跌的方式啊 所以我為什麼一直跟大家聊說 台北股票市場其實籌碼面出現一些狀況啊 這不只在道雄指數喔 包括在11月19號那一天 我跟大家講說融資餘額的部分 它也出現改變嘛 11月19號那時候 那我用這張圖跟大家秀什麼 我說這要融資維持率背離嘛 如果我的融資持續的往上升 可是我的維持率在往下滑 那就代表說 欸這已經呈現一個背離走勢的時候 主力大物看到這個位階啊 他會怎麼做 他會把這些融資餘額洗掉 他會想辦法把這些融資洗掉 所以呢我說 我們要走在趨勢之前 不是等到真的發生的時候 我們才去做一個動作嘛 所以呢在高檔 我就告訴大家你要小心 台北股票市場出現高檔率 高檔不漲的時候 量縮回檔 一旦會出一旦出現那種高檔量縮 它會出現一個擊殺 它會有一個擊殺的一個修正 所以當你修正回來 你手上有錢有資金 其實你很好做一個布局的動作啊 我對於未來的行情 其實我不悲觀啊 我認為這個東西它是假議題 什麼強過Delta的病毒啊 最強的變種病毒株 什麼南非變種病毒株 入侵香港現在什麼在日本 在英國在哪裡又哪裡 我說真的啦 這個議題已經被炒爛了 整個那種新冠疫情 從原本的Alpha Delta 到什麼Gamma 甚至現在來到了這個年 我都不會唸的一個號碼 有發生什麼狀況嗎 全球的經濟景氣會因為 今天有一個變種病毒 然後整個就衰退下來嘛 不可能的事情嘛 所以同學我們在看股票的時候 不是跟著媒體去想這些東西 然後媒體告訴你 未來會很糟糕 然後你就真的相信媒體所講的 但是這些媒體所說的事情 早就已經有人先知道 先知道就已經在高檔先賣股票 先賣股票技術分析就產生訊號啊 所以我覺得這兩天的下跌 都在我們預測當中 可是重點是跌下來 不是要你去放空好不好 同學記得一件事情 跌下來不是要去放空的喔 變種病毒 這個是一個假的利空 洗完籌碼之後 未來它會繼續衝 我認為台股未來 還是會創歷史新高啦 那洗下來籌碼更加安定 有一些好的股票好的公司 強勢股拉回 站在買方來去做布局的動作就好了 所以我之前跟大家聊嘛 我們有在高檔逢高 去做一些獲利了解 那趁著行情回檔的時候 我也開始在做低階啦 我們也開始在買股票啦 那買的這些股票 其實有一些也是跟我之前有相關的 同樣的股票 我買了第二次買了第三次而已嘛 就像深茂一樣那種的模式 強勢股拉回站在買方 來去做布局的動作 所以我們買了什麼 待會我們繼續來聊 但是呢在買股票之前 你一定要知道 未來會漲的股票在哪邊 所以我說以台積電為核心 當作出發點 往外發散包括材料 包括IC設計 包括設備類股的部分 其實這一個族群 就已經足夠你做了 就已經讓你做不完了 所以你會發現老師的節目裡面 不會今天航運漲了 就告訴你去買航運 今天鋼鐵漲了就告訴你去買鋼鐵 然後現在也沒有人在講了對不對 鋼鐵現在也快破底了 2028的威智 那一天漲停板我告訴你說 它不是沒有漲停板過嗎 那你漲停板你去做追價 向上空間有限風險就會很大 所以它跌下來我覺得一點都不意外啦 甚至2038的海光也是啊 這不是當時大家都很催的一檔股票嗎 漲停板每個人都有 跌下來的大家都消失不見了 這都是你老師做的啊 你們老師都是叫你買這種的啊 可是我一直以來都堅持一件事情 我看到的股票我才去做嘛 哪一些股票有人在買 有資金在做進場佈局的 我可以買第一次 我當然可以買第二次 我也可以買第三次啊 所以我們今天有一檔股票亮燈漲停 那這一檔股票 我相信你看我節目看得夠熟 你都聽我講過 而且我當時要怎麼講 我要怎麼做 我都很清楚的交代嘛 包括10月28號那一天 這一檔叫做6485的點序 我那時候第一次買的時候125塊錢 我說強勢股拉回站在買方 來去做布決動作 我會買它是因為量占比 從100跳升到30 這一根大量長紅棒出來 我說這支股票有人在偷 而且我從它的營收的角度 從它整個獲利的結構來看 我說這支股票不會太適合了 125塊錢真的非常非常的低估啊 尤其它今年可能會賺到一個股本以上啊 你說以10倍的本益比來評估 這個股票真的就是被人家低估得很嚴重啊 那你在這個位階點上面 你看到這檔股票 有人在買 有資金在做進場布決動作 所以我才會下去做一個切入 強勢股拉回站在買方 我也不是用追的啊 我說每次大量長紅出來就會做修正 修正回來再來去做布決就好了 量說回檔未來會繼續漲嘛 所以我的買點在哪裡 10月28號我第一次買的時候買跌 125塊錢 那時候125塊錢 投資朋友們都可以成交啊 旁邊都有掛單出來 你都一定買得到 這種不是空氣單啊 而且我在買的時候 你看喔 什麼群組 多少價位 有沒有 買進多少部位的資金 停損點在哪裡 我都設定好了 我都設定好了 所以你就按照我們的指令下去做動作 我沒有叫你賣之前 你都不要賣 那真的打到停損 我也知道要怎麼去做出場 我不是怕你說漲來 趕快趕快匆匆忙忙的 去做停損的動作 不要 你要先把這些退場機制 都設定好對不對 那你設定好之後 強勢股拉回買 這個時候是買跌啊 它也沒有漲啊 那很多老師都會笑嘛 如果沒有漲停板你在說什麼 對不對 可是沒有漲停板好啊 跌下來不能買嗎 當然可以啊 因為你跌下來買 後面漲停板才會是你的嘛 所以你說從125塊錢到11月9號的時候 開始第一根亮燈漲停 11月10號的時候第二根亮燈漲停 到11月16號的時候就直接創下新高了 那我創新高的時候 很多老師一定叫你快喔快來喔快來錄喔 我反而跟你講說在這個地方不要買 你要等它回來的時候再去做布局的動作 就均線的法則當中 有第二條非常的重要對不對 叫做所有的乖離它一定會做收斂 所以當我的股價跟我的均線 乖離過大的時候 它一定會來做收斂 所以我說你要等它收斂完畢之後 再來下去做布局的動作 強勢股回檔站在買方 我認為它漲到這個位階 未來這個高點還是會過啊 那重點它要過之前 它一定會先回席吧 那它要回席的過程 你才有布局的一個本錢啊 所以我說我要買它 我還要持續的下去做布局的動作 一直到昨天啊 禮拜五的時候 上禮拜五的時候 今天這支高票拔下來啊 從176.5元的高點有沒有 跌回來到月線的位置點上面啊 可是呢 當我的月均線還是上揚的情況下 強勢股拉回了 你敢不敢下去做布局的動作 不敢買 為什麼不敢買 因為你被新冠病毒影響啊 現在有變種病毒株好危險 然後指數大跌200多點 怕死人啊 這個還會再繼續跌下去嘛 那你這樣子的做法就是代表說 你被盤勢影響了 可是就我的角度而言 我本來就設定我要再買啊 所以呢 當真的指數大跌的時候 不就是最好的機會嗎 昨天禮拜五的時候 11月26號 一樣是6485的點序 155塊錢市價買進 1%空手者加碼 下去做布局的動作 當時指數跌了295點 將近快300點的空間耶 我相信如果你沒有了扣訊 你絕對買不下手啦 為什麼買不下去 指數再跌怎麼買 今天擲一個7.648 死沒人 沒想到就怕死人啊 你還要再買股票 我說對啊就是要買啊 因為就指數跌的過程當中 你能夠逆勢強於大盤的 代表你的籌碼就是安定的嘛 就好像說我今天一個班級裡面 有一百個學生 這一百個學生裡面 有一半的是好學生 有一半的是不好的學生 不要講不好 程度上面比較差一點 比較落後的學生 那當你把它一刀兩邊切的時候 什麼時候可以分得出來 就是用考試的方式去區分 到底哪一邊是屬於成績好的 哪一邊是屬於成績比較跟不上的啊 所以呢當你看到指數在跌的時候 正常來講七種股票應該要拔啊 它應該又跟著指數跌下來嘛 可是它有沒有跌 沒有跌啊 指數跌兩百多點將近快三百點 它還是收紅的呢 那這個就是買點啊 這個就是機會啊 再加上說你看喔 我說主力沒有走 強勢股回檔 你要站在買方來去做佈局 那量縮回檔未來會繼續漲 所以強勢股拉回站在買方 當你的買點是對的有沒有 買在這個位置點上面 今天就直接亮燈漲停板給你創新高啦 所以我們的同學都是這樣做的啊 我們在帶領會員都是這樣做的啊 今天指數跌41點 那又怎麼樣 只要你的買點是對的 6485的點序一樣啊 今天直接來到亮燈漲停板啊 那在這一段過程當中 你要怎麼下去做佈局的動作 啊不就是一直在洗盤 一直在洗盤一直在洗盤 這個就是有公式有方法在做的 所以我說金流佔法很重要嘛 包括我看到這一檔股票 我也是用量佔比的法則 告訴你啊 這一檔股票量佔比 100跳升到30 所以有大量的資金 來去做佈局的動作 那 乖離過大的時候 他一定會做熟練 所以強勢股拉回 站在買方來去做佈局 你把這一套系統用得非常完善啊 你不會因為今天行情跌下來 指數跌下來你就害怕了 反而你會因為喔 今天指數跌下來你很開心 高檔有賣回檔我有資金 我還可以加碼去做佈局的動作 所以我說點序我們放了很久啊 你說我們買點對不對 從125塊錢放到現在嘛 中間一度創下新高 新高沒賣回測再來加碼 再去做佈局的動作 那未來呢 他如果再創新高上來呢 那我們獲利不就更多了 所以我不會因為行情的漲跌 而影響到我的心情 我在看的就是說 哪一些股票它是未來的焦點 未來的機會啊 所以你會慢慢的發現到說 其實現在很多人在跟你講 什麼病毒會很嚴重 未來行情會大跌啊 會怎麼樣的 那個都是事後話嘛 你高檔有出你會因為今天看到變種病毒的 你就感到害怕了嗎 不會耶 你會覺得很興奮耶 因為終於又給我 又一次買點給我了嘛 包括我們那時候在買所謂的聲貓 在買所謂的德維 不是每一次都是買在那種大跌的時候嗎 現在機會又給你了 真的又來了 結果呢 你可能又下不了手 因為你會怕 人性的貪婪跟恐懼啊 這就是很難去改變的一件事情啊 所以我說好股票 趁著回檔的時候 來去做布局的一個動作 這個點序我們就是連續加碼了兩次 還記得我們那時候嗎 聲貓我們也是這樣做的啊 真的指數跌了400多點買啊 而且我們還買了兩趟耶 那後面創下新高 你等到真的3305的聲貓有沒有 盡量真的開始漲到92塊錢 我們在這個位置點上面買的嘛 回測再來買 回測再下去做加碼布局 所以呢這一個波段上來 我們可以賺錢喔 可是如果你是買在92塊就未必了喔 這就是操作上的差別 能不能在低檔的時候就看到 一檔股票它會漲 而不是等到它高檔了 真的漲上去了 才來去做追加的動作啊 所以包括點序啊 我們現在還是啊 持股一樣滿的啊 買點序連續加碼了一趟 未來還要再買 但是要買的節奏都是一樣的 那甚至呢有一檔個股 我也是今天下去做布局的一個動作 6104的創委 早晃我有跟大家聊嘛 我從G1勾票量占比從550跳升到13 這個大量長紅出來開始往上去做攻擊 但是你要買在它什麼時候 量縮回檔的時候 強勢股拉回站在買方來去做布局嘛 那一樣再跌喔 今天早上再買的時候才175塊喔 當時的價位175喔 那你想想看喔 6104的創委啊 買完之後今天尾盤收在最高嘛 175塊買在這裡嘛 尾盤收在最高來到185塊錢 光這樣一天的時間 你一天就差了10塊錢的價差啦 同一個方式同一個技巧 不斷的在做運用而已嘛 所以這就是金流戰法它的奧秘的地方 我們不用去追股票 我們在強勢股 它形成一檔標股之前 我們就先看到它的機會 它的未來了嘛 所以我說像我們在做德維 今天3675的德維 它也來到亮燈漲停板啊 但我不是叫你在這個亮燈漲停板 去做追價啊 而是在它低檔的時候 真的該買的位置點上面 在這個位置點上面的時候 我們就已經在做佈局的動作不是嗎 所以你說今天德維漲停板意外嗎 不意外啊 它每次都在大跌的時候越強啊 但是前提在於說 不是用追價的方式 強勢股拉回 站站買方來去做佈局啊 那很多的個股 其實我覺得 未來的機會點都很好 但是你的買點 會決定你未來的獲利有多少 那包括這一檔股票也是喔 1XXX我說它是台積電相關的族群嘛 只是說大家不知道而已 亮戰比800跳升到130 強勢股拉回站在買方來 去做佈局的動作 買點對了後面就創新高上來 創新高上來有沒有 一路往上創新高上來 到第七天的時候 其實你知道它的漲幅 已經來到了22% 大盤最近在跌 它還能夠力士創新高 這就是它強的地方 那當然我說回檔我要再買 但是今天拍誰 我買的點位不是太漂亮啊 但是沒關係 我們低檔有做佈局的動作嘛 那就是說 你的買點會決定 你未來的獲利有多少 我認為一檔股票 它有主力在做 有人在做進場佈局 只要你的買點 跟主力的成本是差不多的 一樣向下空間有限 未來向上獲利會無窮大 那包括鬆騰的部分也是啊 這個股票我都沒有賣啊 我們都沒有賣對不對 因為我買的位置就是這麼低 當時在買鬆騰的時候 不到70塊錢啊 那你說最近大盤在回 對 真的在回啊 跌了很多 跌了將近快800多點 3484的鬆騰一樣啊 如果你的買點 是在這個位置點上面的時候 你會因為今天這兩天的回檔 然後感到害怕嗎 還是說你在回檔的時候 我們還要去做加碼佈局的一個動作 所以操作一定要有公式要有方法 有很多的個股說實在的 在行情回檔的 才是最好買點的一個機會 我們要走在趨勢之前 我們要跟著台積電的腳步去出發 如果你真的找不到 操作的節奏跟方向的 麻煩你直接跟上腳步來 那現在呢 我們希望說行情在跌的時候 你要有一個操作的一個模式跟方法 如果你不曉得金流戰法 你不知道怎麼該去做使用的話 那我們一起來攜手合作 我們一起來共創商業 我相信有一個 可以帶你走在趨勢之前的老師 他可以讓你操作起來 非常的安心 非常的順手 所以呢 想了解金流戰法的 想跟上我們腳步的 歡迎廣告時間 撥通電話 感謝大家接著收看 預祝大家操作順利 我們明天再會 拜拜 本國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客 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神聖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火球 請放市費 吸收 - 是 有 爆破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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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ecisamente 無資人。 感谢观看